OK 大家好 我是Ryo 那我們今天要來拍的呢 畫面上非常的明顯 黃金蘋果 OK 那還沒看里歐上一隻 迅運寶箱抽到中 影片的朋友記得點 影片上方的資訊卡可以查看喔 那一集也相當的精彩 里歐幾乎是用了渾身解數 去抽了 OK 那我們今天 的話呢 大講是 幽暗戒指還有天上戒指 里歐上一次抽燃燒 戒指都抽到了沒有理由 這兩顆戒指我會抽不到 對不對 所以我想說 上一支影片的狀況不算太差 還不錯 那我們這支影片呢 就來抽個一百克試看看 那依照上一次里歐對於 燃燒戒指抽到的自信心 我個人覺得呢 少說也至少要抽到 天上或是幽暗的 一顆就好 對不對 就至少一顆就好 好不好 有一顆就好了 不管是天上還是幽暗 雖然天上一定比較貴啦 但是不管是哪一顆 就算只有幽暗的一顆 我都當作是這支影片的目標達成 我們現在對於蘋果的要求不能太多 就是有抽到就好 對 不管是什麼東西 有抽到大獎 都是好事 OK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囉 Let's go 那理由我剛剛看到啊 有人在這個頻道抽到 幽暗戒指交換券的同時呢 他前面還有抽到天上戒指 這個人真的是 好像貴齁 我覺得呢 我們今天就慢慢抽就好 因為我們就覺得一百顆 一百顆的話呢 我覺得慢慢抽就差不多好不好 影片的長度還是要顧一下 而且呢 上一次燃燒速抽好像還不錯 好 我們先看情況 先慢慢抽就好 我不希望要靠金箱子來力往狂瀾 因為每次金箱子都會落散 我希望靠蘋果就解決 不管是天上還是幽暗 好不好 哇 兩個廣播欸 我們才抽幾顆 才抽六顆就有兩個廣播 然後全部都是垃圾 好 再來再來 我感覺 感覺來了 感覺來了 我覺得 好像每次這樣講做不得了 反正我覺得呢 我們的幸運箱運氣都這麼好了 蘋果說不定也還不錯對不對 好 我們把它起來這裡 待會呢 我就要看到我的裝備欄出現 天上的氣息好不好 我記得我上一次偷天上好像是爆炸的 對 沒有天天過年的黎菲 我跟各位說 現在是1月27號 已經快過年了 剩下不到一個月就要過年了 那我覺得呢 今天我應該會提早過年好不好 好 我也不是天天在過年啦 我已經好久沒過年了 我已經好久沒過年了 雖然是我燃燒戒指是有抽到啦 不過小幫手也幫我電了回來 那再讓我抽到一顆天上或幽暗 不過分吧對不對 好 我們趁著大家在抽幸運箱子的時候 我們就來抽蘋果 拿不準他們把大獎都抽完 然後蘋果的大獎都沒抽對不對 把幸運箱子的大獎都抽光了 然後蘋果的大獎都沒人抽 我們就抽得到了好不好 雖然我剛剛看蘋果好像真的超級少人在抽 而且呢 其實我在想 是超級少人在抽 還是大家都抽不到 這兩種狀況都有可能導致黃莞不會出現 但是這兩種狀況差非常多好不好 OK GO GO 就用幽暗的戒指 把那一格給曬 好 我們目前三個廣播全部都是 垃圾好不好 我希望第四個廣播就出現天上的氣息 或是幽暗戒指 OK 我們繼續 還有 70顆 趁著手機震望的時候 70顆出一個大獎就好好不好 拜託 幽暗或天上都可以 不要再給我金花草腰帶 這是什麼東西啊 再來 好 肩膀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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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好運氣 好不好 給他好運氣 李歐拜託給我好運 我已經有好運了 我就把剩下的好運都給你 我有這一顆就夠了 後面抽到沒關係 給他好運氣 OK 好吧 真的快過年了 沒錯 我就跟各位說 剩下不到一個月就過年了 好不好 我們待會呢 運氣不錯 待會拍完我們 我在私下再來去抽 幸運寶箱 如果我的魔法小卡扛得住的話 好不好 好 那我們抽到了一顆天上的氣息 我的天啊 真的是快過年了耶 OK 那我希望剛剛那位好兄弟的幸運箱子 有開到好東西 好不好 好那我們馬上 繼續抽 目前的話是一顆天上 喔有人也出天上耶 恭喜恭喜 好那我們還有 1 2 3 4 5 59顆 再來一個優暗的戒指就好了 好不好 會太彈心嗎 優暗的話會再消耗欄嘛 因為優暗是交換卷 來吧來吧 各位我決定趁著有人抽到追加一星強化菌30%的時候呢 來個速抽30抽 我們速抽到剩下20抽好了好不好 我們把35抽給速抽掉 OK來囉準備 剛好有人抽到20星 這是個好的兆頭 GOGO 不見了好 那剩下最後20抽我們就慢慢把它抽掉 假設這20抽有出大獎的話 我們今天影片就來辦個抽獎好了好不好 不管是幽暗還是天上都可以 只要有出我們這支影片就來辦個抽獎活動 OK那就直接走起囉 好像又剩下一格了耶 夠夠 我感覺我去年一整年的大獎都沒有今天抽得多耶 好 這是第二顆的天上氣息 好那我們片尾呢 一定會有抽獎活動 各位記得看到最後 然後我們還有幾顆 最後的17顆好不好 把它抽一抽 那我們再來抽金箱子 假設呢這17顆或者是金箱子 再出一個大獎 我們的抽獎活動呢 就在UP的投給獎品就更多 好橘子 觀眾的福利就交給你了 幽暗或天上的氣息 再來一顆 我今天要貪心到底 要是抽到三顆的話 不敢想像 兩顆我就已經 兩顆我就已經無法想像了 要是再來一個大獎 我跟各位說 我這兩天都不敢出門了 你們知道嗎 最後的五顆 我跟各位說 我真的認真覺得 我去年一整年抽的大獎 都沒有今天抽得多 最後四顆 3 2 1 最後 海底老遠 謝謝各位 顏色真的很像 好沒關係 我們還有一個金色箱子 究竟今天會是一般的抽獎 或是 UP抽獎 反正就是 多抽一點東西 就看這個金色的箱子好不好 來囉 我們這個 追加心力 還有老婆寶珠 簡稱 追加老婆 我要再追加一顆大獎 不管是幽暗或是天上都可以 好不好 那各位記得影片看到最後 我們待會就來講要怎麼抽獎 OK 其實我覺得 我抽這個金色箱子 只有抽蘋果還要緊張 OK 我已經超久超久沒有從金色箱子開到東西了 來 3 2 1 謝謝 好沒關係 至少我們還是有兩顆 天上已經非常超乎我預期 然後呢這也是我們 久違的一支影片 一百顆蘋果 兩個大獎 所以呢 一定要辦抽獎活動 那我們這一次總共會抽出 五組的幸運寶箱 每一位的話呢 都可以各獲得一組 180點的幸運寶箱 所以呢我們今天總共會抽出 五位的觀眾 只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並且到我的臉書 分享按讚 再把我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最後在影片下方留言 留下 所有 任何的新年祝賀詞都可以 那我覺得從這張中的抽出 五位的觀眾 各可以獲得一組的幸運寶箱 OK那非常感謝大家 一路以來的支持 也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理由呢算是 非常久違的在一支影片 抽到兩個大獎 而且我們只抽了一百顆黃金蘋果 這一次的結果呢 非常非常的滿意 好那我是六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分享 留言追蹤按讚 記得幫我追蹤一下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記得 各位如果要出去玩的話呢 千萬要記得戴口罩 然後記得保持距離 注意身體健康安全 OK那我們再見 大家掰掰